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首候选人李家超之前去到油麻地的基层家庭探访 了解到香港基层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安居落叶 盼望能够获得偏培公屋改善生活环境 李家超亦表示处理房屋问题是重中之重 其实市民住房对香港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 李家超如果能够当选特首想要好好处理也绝不容易 香港由1841年成为英国殖民地 这个转口说慢慢开始多人聚居 有人自然对衣食住行有需求 不过在早期的香港歧视和华洋不公对待的问题极之严重 英国人吃好住好是理所当然 低下层的华人没有人理 对港英政府来说亦似乎是理所当然 直至去到1920年代 香港政府开始有公营房屋计划的构思 但是因为全球经济衰退而未能落实 1930年代 辉劳示约香港 令政府重新研究房屋发展方向 还发表了富有公营房屋设计蓝图的房屋发展建议报告 但是报告发表了没多久 香港被日本佔领计划再度告吹 二天之后大批中国内地的移民涌入香港 他们搭建木屋序居 也就是所谓的寮屋 寮屋的卫生环境当然是差劣 更严重的是很容易引致火警 到1953年12月25日晚上 发生的石结尾寮屋区大火 造成了58203名灾民无家可归 当时香港政府为了尽快安置他们 就火速在原子附近 兴建七层洗字大厦 在英国管治香港超过100年后 香港最终有公共的房屋出现 当时的洗字大厦是怎样的呢? 一个几十尺的单位 可能住了一家六七口 屋里没有厨房、没有厕所 煮食炉具放在走廊 厕所就要去每层楼共用的公尺 洗澡就是自己煲好水 倒入一个水桶 拿去公共浴室洗澡 由于公共浴室的保安度极低 当时就发生不少的风化案 所以那时的妙龄少女如果晚上要去洗澡 爸爸妈妈就会陪住他们在浴室外 等到他们充圆为止 早期的公共房屋 除了环境较差 数量也极之不足 而且当时政府为求解决寮屋的问题 会优先安排寮屋居民入住 反而忽略了低收入人士住屋的安排 有看过粤语长片的人 相信都留意到六七十年代 住屋单位严重短缺 不少人都只能租床位住 比现在的劏房都不如 直至到六七暴动后 港英政府就检讨市民对政府不满的原因 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住屋问题 事任港督戴伦子在任期最后几年 实施一系列挽救民心的政策 当然就包括兴建廉宗屋 1971年麦里浩接任成为第25届港督 退行十年建屋计划 目标就是在1973年至1982年的十年期间 为180万香港居民提供公共房屋单位 发展了荃湾、沙田和屯门这些新市镇 并且在1978年开始发售居者有其屋 令合资格的市民可以拥有自己的物业 虽然发展新市镇等等的措施 舒缓了部分住屋的需求 但新层次的问题还未解决 一直到回归之后 第一任的特首董建华 大胆地推出85000建屋计划 目标就是每年建成85000个公司型住宅单位 这个计划有效打击投机活动 很可惜1997年一场金融风暴 令楼家暴跌 市民归咎于85000计划 最后董建华无奈地告诉大家 85000已经不存在了 之后港府推出包括停售居屋的酸九礁 去防止楼价下跌 但在2003年沙士之后 中央的自由行计划 急速振兴香港经济 对房屋的需求急剧增加 政府又未有及时撤销止跌的措施 结果楼价就好像直升机那样 发发声上升 升度已经不是一般市民 能力可以负担得到 2012年 市任特首梁振英 推出俗称的双辣赵 寄印花税修订 条例草案 但在炒楼 气氛太刺热的时候 未能成功压制楼价 2019年特首林郑月娥放宽一城 楼安上限去到800万港元 再一次刺激楼市 令楼价升到史无前例的高位 过去几任特首有商人有文官 都未能成功解决到港人住屋的问题 现时楼价仍然是一个难以负担的高位 共屋轮后策亦还有248500个申请中 轮后时间亦需要5.9年 如果李家超可以顺利当选特首 以武官较强势的作风 会否可以在第六届特区政府 开创一个新气象 成功解决住屋问题呢? 我们拭目以待 今星期到此 下星期再见 支持和订阅HKG报频道 按下这个小小钟 那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条新片了